生活不够刺激吗?需要一点视觉感官刺激 那今天就要带你来看另外五部《仪式捕捉到闹鬼》的恐怖影片 在影片开始前,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 不要忘记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新影片哦 第五,多人一角 以前看电视的时候最常看到不外乎就是电视广告了 但有些广告不经意的就是会成为小朋友心目中的阴影 这部自立的广告当时在电视播放时就深深烙印在一名女网友的心中 直到成人她还无法忘记这部广告的皈依 况且她也不是唯一一个发现异状的观众 还有人将广告录制下来 她们深信电视里面看到的又可能是真实的灵异现象 你看到了吗,在窗户有一个看似愤怒邪恶苍白的脸 出现在窗户的反射中 她的脸只出现了几秒钟就跳到下个画面 但后来脸已经不见了 只是对比窗户上的脸跟狼狼少女主角的脸 可以明显看出是不同人 只是也让那名女网友深信 当然也有可能是拍摄团队中的一名成员 不管是真人还是鬼 男子的脸的确看起来都扭曲可怕 你们觉得呢? 第四,玩玩具 一名男子某天半夜被家里楼下的怪声音吵醒 当时有点害怕,不知道该不该下楼 她拿起相机开始录影 直到今天她还是不知道那天晚上发生什么事情了 同时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室友想要诊她 加上这种怪事常常发生在家里面 所以那天晚上她才决定要录影 去认识她 你怎么做的 你不会不想念你 你懂什麼人嗎 Dude Alvik 這真是挺不太太 阿威 當他檢查完車庫走回房子內的當下,可以聽到一個巨大聲響,然後天花板的燈自己搖晃 網友害怕的立即跑回房間結束影片,更不用說這次的現象讓他多害怕,因為後來才發現室友根本不在家 除了這個事件之外,他還拍到另外一個讓他更想搬家的畫面 本來只是單純一個整是自己Connect遊戲機的厲害功能影片,卻變成完全不同風格的鬼異靈異畫面 一個很簡單的介紹,XBOX ONE和KONNECT 它其實有一個很酷的夜景,我剛才找到了今天 如果你們已經知道,它有一個夜景,我會示範給別人不知道 所以,現在是完全暗地在這房子裡,所有你都可以看到,是我的XBOX耳控制 我會轉換到夜景,你看看,它們的整個層面 其實是一個很酷的設計 我不知道他們有一個應用的器材 但他們也有這個版本,我還不知不知道 我認為它們是藍牌或是藍牌的 然後回到暗中 你只能看到的是我的Xbox控制器 然後回到夜視訊 其實是一個很酷的功能 我還沒聽到到現在 可能他們也有一個程式 你看到了嗎? 廚房處可以看到一個黑影在晃動,然後消失 他自己回顧畫面的時候才發現 家裡可能真的鬧鬼了 第三,兒子的玩伴 一名父親正在錄製兒子玩遊戲的影片 這位爸爸的頻道可以看到許多家人的上傳影片 但其中有兩部影片跟其他部完全不一樣 唯獨這兩部影片讓網友開始有一些疑慮 你看到了嗎? 影片左下角一群網友之中 有一隻娃娃竟然自己動了起來 原本這位父親根本沒有注意到 直到上傳影片後眼尖的網友發現 但再恐怖也比不上來接下來這部影片 影片一開始可以看到他女兒開心的跳著舞 然後突然間恐怖的事情就發生了 突然有個黑色陰影從後面房門經過 門就被甩上 雖然許多網友都建議他趕快搬家 但這名父親表示 除了這兩次的事件之外 其實再也沒有遇過 所以就沒有放在心上了 兩名疑似來自阿根廷學校的夜間保全 昨天晚上在巡邏沒人的校園的時候 其中一名保全跟同事說 好像在遠處走廊聽到怪聲音 原本同事不太想理會 但後來還是決定一起去看看 沒想到竟然讓他們驚慌失措 然後再取消沫 對着身分 傳播內 結果 起訴 搞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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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是 會丟到大學 但是,你聽到 有聽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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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看 有看 我看到了一張白色在奇怪的位置的椅子 下一秒就自己動了起來 那麽不太漂亮 我沒有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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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們相機轉向一間空教室的時候 我看到一張白色在奇怪位置的椅子 下一秒就自己動了起來 讓兩個大男人立即逃離現場 雖然有網友質疑影片的真實性 但保存嚇到拋走的反應 也許證明這所學校是真實鬧鬼 第一鬼宅 一位網友四個月前跟家人搬到一個租賃的親家 租進去沒多久就開始經歷奇怪的事情 像是在家裡聽到有陌生的聲音 奇怪的走路聲音 門窗燈關都自己開關 每天晚上家人都會被奇怪的聲音吵醒 直到有天晚上又被吵醒之後 他們就決定要在家裡架設攝影機 兩天後 他們看到相機捕捉的畫面 讓他們立即想馬上搬家 廚房的燈光莫名閃爍的當下 可以看到 後面有個黑色陰影晃過 網友深信他們的相機 可能激怒到了家裡的靈體 你們覺得呢? 為了 我們在家裡的雷末中 有天晚上 有明星的 Isso 一面 是